联合有幸电视为回馈社会前进罗东 举办网罗热血行动公益够的捐血活动 尽管说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天后不佳 仍然吸引了大批民众一大早就热情响应 不为风雨专程前来晚袖捐热血 疏解血荒 包括了先议员陈鸿喜以及三星乡长李志庸 也专程前来以实际行动响应捐血活动 刚好今天行程有一个空档 都可以可以来这边捐血 刚好有五百 我觉得这个捐血活动蛮有意义的 由于现在我们雪荒 希望大家有空的人可以多多出来捐血 捐血有爱 因为有你 感谢台湾大方便今天举办 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捐血站 踊跃捐取袖子 大家想命捐血 久没有来捐了 因为疫情五百 看到你们联合上面那个跑马灯 对才过来的 为什么特别来捐血 觉得捐一点血 帮助一些需要的人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每日我们办这个活动 很正面很好 目前很缺的选息是AB型跟O型 库存天数都是不到7天 AB型库存天数只有3.7天 那O型是只剩5.5天 那欢迎民众那永悦来捐血 我们风雨深信心 现在现场的民众超级多 那希望大家一起共同来共享盛局 而县长林芝庙 罗农镇长 吴秋林也都到场关心 赠送养生奶以及扇子 感谢这些响应捐血的乡亲 也呼吁大家 踊跃捐血做公益 救人一命 我们的联合有限电视 在我们的这个公所旁边 我们的民众服务站这里 办捐血的活动 那也是希望说 这个网络所有的有热血的 好朋友呢 一起捐出你的热血 那因为也暑假的时间 这一个有血荒 那也要感谢 我们很多的这个贊助的团体 鼓励大家一起来捐血 我公所的同仁 我会请他们说 究竟可以来关火 今天是台湾大宽萍 居办了这个 捐血活动 尤其是今天是我们的红台厅 但是呢 还是这么的热烈 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感谢公益大家来做 也呼吁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可以一起来关火 不但可以健康 不但要自己的身体总控 感谢我们圣母医院 还有大宽萍 也能鼓励这个公益的活动 尤其是专业的支持 和大家一起打拼 变成宜兰观的好健康 今天虽然是台风天 可是我们的捐血活动 一早不到9点 就有相当多热情的民众 就来排队等待捐血 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政长 还有这个民意代表 小县议员 他们不仅来响应我们的捐血活动 而且亲自来到现场 玩起袖子 捐出他们的热血 那现在看起来 整个宜兰的风雨 其实受的影响非常小 那我们在这边呢 举办这样的捐血活动呢 也为这个时候宜兰的雪荒 做一些努力 做一些共见 那我看到在场的很多民众 那除了捐血之外呢 对于我们这次举办活动 所提供的赠品 还有摩柴品 其实都感到相当的满意 也希望这样子一个活动呢 能够带动宜兰县各个企业 或是机构能够 讲应这个捐血活动 让整个宜兰大家的热心热血 爱心能够不断的扩散下去 你不要只要是最好 不要只要是最好 不要只要是最好 这是 这是 金柏欠 谢谢厢长李士忧 你带给我 连横有线电视网络热血兼血活动 提供有史以来最丰富的捐血礼 包括习物会礼券200元 古王能饮兑换券 中油咖啡兑换券 LED灯泡 环保清洁袋 以及台湾大宽瓶暖心礼包 另外前90人 还可以获得信惠医药集团 所提供的琉璃主油一瓶 而且还准备了200多份的摩彩礼 当中这一位 才第一次捐血的马来西亚学生 还抽中第二大奖 春切酒店的住宿券一张 让他是大幅惊喜 看到有捐血活动就想说 就是来尝试看看第一次捐血 就没有捐过血 第一次捐 第一次就得大奖 是一个住宿卷的部分 还蛮幸运的 蛮幸运的 那怎么使用 可能等加入来怎样 就是去圆会吧算是 对今天礼品真的很实用又很丰盛 虽然受到杜树瑞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 羅东地区一阵阵的风雨 联合有限电视公司捐血活动 仍然人气不减 民众风雨当中情意相挺 总共128人吃捐血 共募得190代的热血 超越了去年186代 创下礼拜四捐血记录新高 也是今天北区各捐血站 第一名的佳姬 显示依然乡亲 风雨中更深信心 共同一起为输解县内血荒 贡献心力 宜来新闻记者 舒适宁 蔡同报导